日本人虎视眈眈 美国人却静观其变 美国总统需要一个足以说服全体国民的参战理由 美国人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飞机在地面上被摧毁 罗斯福终于有理由结束美国的中立政策了 请收看二战经典时刻之总统先生 我们应该怎么对付日本 博古往今来揽天地人间 欢迎收看博览 在太平洋上日本和美国之间的摩擦是越来越大 日本在中国以及东南亚的行征暴敛 已经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但是当时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想非常的严重 由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就遭受了巨大的伤亡 美国在二十年代开始就奉行孤立主义 即除自卫战争之外 不主动卷入任何的外部军事冲突 美国国会还在1935年8月通过了一项全面反映孤立主义原则的中立法 禁止美国武器运往交战国 并且禁止用美国船只运送此种货物 在这个情况之下 面对轴心国的步步得手 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是看在眼里及在心里 但是他又能怎么办呢 1940年8月 支持德国的法国维系政府允许日本军队和飞机占领中南半岛 10月 日本陆军大将东条英姬执掌日本政府 这位民粹主义兼极端主义者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易 如若美国解除禁运并停止援助中国 日本将从中南半岛撤军 美国人的答复是 日本应无条件地离开中国和中南半岛 珍珠港是美国在太平洋中战略地位极其重要的前少战 日本人深知 对美军舰队采取任何行动都意味着挑起战争 但他们认为 如果能够消灭这支舰队 付出开战的代价也是值得的 美国方面虽然意识到日本人可能会发动攻击 但他们无法明确得知 攻击会在何时何地发生 美军高层则判定 日本人纵然再有野心 也不敢贸然对夏威夷发动攻击 日本此时已高速实现了现代化 它不但是一个经济强国 更拥有极其可怕的军事实力 东京作为日本帝国的中心 已经成为一座现代化城市 其富庶繁华程度 无愧为东方最强工业国的首都 菲律宾是远东地区的战略中心 具备于台湾的日军基地不足480公里 距离珍珠港的美军基地 则有近8000公里之要 对日本而言 菲律宾群岛是其在短期内必须占领的目标 马尼拉湾及其港口则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要求 1941年7月 当战争的阴霾开始笼罩太平洋地区 美国陆军五星上将道格拉斯 拜克阿瑟将军抵达菲律宾 掌管远东地区的美军事故 之前他曾在菲律宾群岛度过十年光阴 他首先做的就是征召菲律宾士兵 以扩充美军实力 这里的防空体系破败不堪 亟待正修 整个群岛上只有两套雷达系统能够运转 菲律宾部队现役兵力约有十万人 但其中大多数人从未使用过任何武器 1941年秋 罗斯福总统已担惊解律 他想让美国做好准备 应对这场在他看来已经不可避免的战争 对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行径 以及日本的大肆扩张 他虽然深感忧虑 却仍被本国的中立政策束缚了手脚 罗斯福及其国务卿 科德尔·赫尔 与日本人展开协商 再次敦促他们停止侵略中国 但日本外交官对此置若网门 因为他们对本国政府的意图 早已心知肚明 1941年11月26日 日本政府一位特使兼驻美大使野村 拜访了美国国务院 在那里 他们获悉了美国的最新态度 若日本继续在亚洲推行侵略政策 战争将不可避免 就在野村大使上赛华盛顿协商的时候 日军司令部命令第一帝国舰队 从千岛群岛起航 向珍珠港西北部的一个地点拾去 该舰队选择在潜水区航线 途中保持无线念静默 并关闭一切照明 不而没有被美军查去 东条英基深职 战争不可避免 于是全力支持山本五十六 实施Z计划 旨在一举摧毁美国驻珍珠港的海军力量 与此同时 日军的十六艘潜艇逼近夏威夷 准备参与攻击行动 其中五艘潜艇还携带了 可以潜入珍珠港内部的袖珍潜艇 在1941年12月1日的御前会议上 日本政府做出决定 拒绝一切与美和平解决争端的提议 12月5日 南云中医接到了攀登新高峰密令 这一密令含有天皇本人 对此次攻击行动的祝福之意 他认为发动这场战争 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二天 九艘美军战略舰 七艘巡洋舰 以及其他小型舰艇 静静地停不在珍珠港内 航空母舰则远在他方 尽管航母不在港内 让日军有些遗憾 但他们仍不敢初衷 坚持执行攻击命令 就在南云中医的航母舰队向夏威夷群岛逼近之时 在华盛顿 美国特勤局截获的信息 令他们相信日本宣战已迫在眉睫 只是他们绝没料到 日军会攻击珍珠港 日本大使受到美国多次电邀 但他却让美国人继续等待 因为他知道 日军的轰炸机和战斗机正在飞往夏威夷 空袭将分成两波进行 第一波有49架水瓶轰炸机 40架鱼雷轰炸机 51架俯冲轰炸机 和43架护航战斗机执行 潜艇负责阻止美军的任何反击行动 如果突袭行动暴露 则有水瓶轰炸机率先发动攻击 第二波由170架飞机执行 负责清扫第一波攻击后残余的美军 岛上的生活一如计划 这是一个晴朗的好天气 能见度即将 在巨大的奥帕纳美军雷达战里 屏幕显示 一大群飞机正从西北方向200公里外飞来 由于沙夫特堡当职军官科密特·泰尔中尉 正在等待一支由大陆飞来的B-17轰炸机机群 于是他将其认定为美军飞机 1941年12月7日早7点20分 渊田美金雄率领了机群 抵达岛屿西海岸上空 7点55分 日军俯冲轰炸机开始 对夏布衣群岛上的6个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停在地面上的美军飞机 在一连串的爆炸中纷纷被摧毁 另外这还是一个星期天的早晨 美军飞行员并不在意 一切发生了如此 攻击刚一开始 阿布平志郎上尉就打穿了西弗吉尼亚号战略舰的祖先 日军鱼雷轰炸机纷纷向战略舰俯冲攻击 一枚鱼雷击成了海伦纳号 另有两枚击中了加利福尼亚号 俄克拉河马号连遭数枚鱼雷攻击 导致舰体大量进水最终缠过号 南云中医手下的飞行员对珍珠港基地很熟悉 他们事先研究过基地模型 并仔细选定了目标 日军鸡群在空中没有遭遇任何抵抗力量 他们不断俯冲攻击美军的战略舰和机场 并将地面上的大多数飞机摧毁 这场突然袭击令美军默认了后代 他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日军俯冲轰炸机战斗机和鱼雷轰炸机的狂轰烂炸 制造了惨重无比的灾难 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面对日方的强劲火力 美军官兵试图冲上战斗岗位 在混乱中展开仿击 美军的莫内根号驱逐舰及时速度反应 对一艘日军潜艇发动攻击 田纳西号和亚利桑那号被击中 导致舰体爆炸起火 内华达号战略舰试图驶离海港 但在猛烈的轰炸之下只好抢堪搁浅 8点25分 第一波攻击结束 美军的战舰和飞机几乎悉数被毁 第二波攻击于8点40分开始 有134架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参战 由瑞赫号航空母舰上的岛旗众和少校负责指挥 他们再次对西卡姆和福特岛空军基地发动进攻 并攻击了在卡内奥赫港中的水上飞机 这一次美军防守成功并击落了几架日军飞机 然而宾夕法尼亚号 内华达号和三艘驱逐舰却为相继击毁 上午10点 南云中一担心美军的列克星敦号和奇艺号航空母舰 随时可能对其发动突袭 于是命令弱弹飞机返航 混乱当中 日军飞行员对美军油罐毫发未动 里面的燃油储备足够一年使用 南云中一不过手下军官的反对 未批准实施第三次攻击 这一决定对日后的战争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珍珠港海军司令赫斯本德金梅尔对此次攻击的评价是 这是一次背信弃役却有执行不力的无耻之举 由于美军太平洋舰队的航空母舰远在数千公里之外 所以日军的航母也被锁定 他们定然会遭受日军飞机的疯狂攻击 在攻击已经开始之后 日本大使才向美国递交宣战书 日本人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取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压倒性胜利 美军18艘船船和188架飞机备会 另有159架飞机严重受损 2400人死亡 1800人受伤 日军方面则仅仅损失了60人和29架飞机 以及5艘袖真潜艇 罗斯福终于有理由结束美国的中立政策了 驻扎在东南亚的英军处境比美国人还要糟糕 请继续收看二战经典时刻 日本偷袭珍珠港大节极大的鼓舞了日军的士气 另一条战线上日本陆军在东南亚大陆也是所向披靡 英军美军节节败退 不过珍珠港战役却给罗斯福松了榜 他可以挽起袖子全力以赴的做一个战时总统了 日本政府将突袭珍珠港作为一次伟大胜利昭告全国 帝国兴衰再次一举 山本五十六曾经狂颜道 在这场突如其来的袭击中 总共有一百八十八架飞机和三十万吨海军舰艇被摧毁 亚利桑那号 俄克拉河马号 西弗金尼亚号 马里兰号 田纳西号 宾夕法尼亚号和内华达号近数成目 只有七十艘舰艇没有在袭击中受损 珍珠港基地浓烟滚滚 幸存者面对灾难之后的景象痛不欲生 袭击过后十五天 他们还在从西弗金尼亚号的残海中打捞遇难海人的尸体 美国已经被拖入国际战争当中 日本突袭珍珠港的消息抵达了华盛顿和白宫 12月8日 大量美国公众聚集在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大厦门前 他们在等待总统历临在此召开的紧急国会会议 中立政策就此结束了 罗斯副总统终于可以采取行动了 我请求国会宣布 自1941年12月7日 星期日 日本向我珍珠港地区 发动无端的卑鄙的进攻时期 美国和日本帝国之间已经进入战争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经烧到了美国 罗斯福说 他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但从长远来看 现在对敌人打击得越狠 战争就会结束得越狠 日本人刚刚袭击了珍珠港 彗里边驻军处于最高警戒状态 美军指挥官深知 野心勃勃的日本人绝不会就此罢手 日军飞机从他们在台湾的基地起飞 向菲律宾飞去 他们的任务是袭击西马和克拉克机场 但由于天气恶劣 他们比原定时间迟到了六个小时 因此他们担心已经失去突袭的两机 驻扎在菲律宾的美军飞机 唯恐受到袭击 在空中巡查了三个多小时 却一架日军飞机也没有发现 于是他们放下心来 返回基地重新加油 就在美军机组人员开始休息和进餐的时候 日军飞机飞临了克拉克机场 这又是一次毁灭性袭击 日军飞机纷纷向西瓦和克拉克机场俯冲 将一百多架美军B-17轰大机和P-40战斗机摧毁在地面上 从而取得了该地区的制空权 日美开战第一天 美国远东空军菲律宾防务的中间力量即被摧毁 日军的下一个目标 是坐落于马尼拉湾南岸的甲米地美军海军基地 日军轰炸机躲在美军防空火力的射程之外 将马尼拉湾变成了死亡之地 五万七千名日本兵在本坚雅秦将军的指挥下 登上小岛建造机场 掌握制空权之后 日军开始从旅宋岛北部登陆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入侵日军向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进军 美菲联军动用一半的兵力进行了为时三个星期的抵抗 由于没有海军支援 加之飞机背后 麦克阿瑟意识到 他们已无法抵挡日军继续挺进 马尼拉防守败局已定 12月26日他宣布马尼拉为不射防城市 命令官兵撤向最后的防守阵地巴丹半岛 1942年1月6日 他们开始在巴丹挖好铸内 美军放弃防守马尼拉 抛弃并摧毁了一应军事设施 在此情况下 日军挺进极其顺利 他们势如破竹 登陆作战仅仅25天之后 便全面占领了马尼拉 日本将美军撤退 视为自认失败之军 日军统帅部认为 菲律宾战役 日方已经大获成功 于是命令一个整编师 返回找挖岛 仅留一支卫戍部队 执行轻脚残敌的任务 世界上最大的固定式火炮 严阵一带 威然守护着岛屿的南部 东部和西部 新加坡驻军总自领 亚瑟·波西弗将军认为 日军将会从北方陆路发动攻击 并将在仙罗和马来西亚北部 同时抢滩登陆 波西弗将军随即制定了 新的防御计划 代号斗牛士 他计划将英军部队 调往仙罗防守海滩 以抵挡日军入侵 1941年11月 增援部队抵达新加坡 日军的入侵方案 的确选中了 英军预料的海滩 入侵部队由帝国军队中 最强的三个师祖称 他们专门接受过丛林战训练 日军飞机从中南半岛起飞 对英国殖民地 发动了第一枚攻击 然而 英军无法阻止日军登陆 与此同时 新加坡遭到了日击 猛烈的轰炸 只有15架英军飞机 在攻击中幸免 他们无法与操纵 极为灵活的日军 临时战斗机抗衡 不到24个小时 马来半岛的制空权 便落入了日本人之手 由于空军部队瘫痪 英军无法保护他们的舰队 反其号和威尔士 亲王号战略舰 相继被日军击沉 丘吉尔不禁哀叹 这是前所未有的 沉重打击 在远东日军面前 英国军队显得 弱波金风不堪一击 确立了空中优势之后 日军开始沿着 马来半岛挺进 先头步兵部队 骑着自行车 沿着平坦的英国公路 高速前进 英军的破坏战术 无法遏制日军的 自行车闪电站 善于重修再造的日军工兵 很快修复了桥梁 从而让坦克和卡车 顺利通行 日军工兵 昼夜不停地抢修行动 挫败了英军的拖延方案 英国殖民地的重要城市 纷纷沦陷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香港文献 一千二百万战俘 遭到日军的野蛮虐待 日本人计划在百日之内取得胜利 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七日 日军先头部队距离新加坡 只有四百公里之一 面对日军的快速推进 不习惯从临作战的英军部队 没有机会进行休战 他们只能苦苦支撑 尽量如打日军 并在撤退之前 摧毁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 所有东西 英军在马来西亚 没有一辆坦克 因为军事专家认定 他们在丛林战中毫无用处 英军奉命撤毁新加坡 并破坏了岛屿 与半岛之间的公路 山下凤稳 要求英军缴械投降 但守城官兵仍然继续坚持战斗 九级任令其将军 誓死保卫新加坡 投降是绝不允许 但没有了食物和水 英军指挥官亚瑟波西佛 还是决定向号称 马来之虎的山下凤稳投降 他希望手下官兵 能够受到人倒带 但现实却截然相伴 日军杀害了五千名士兵 五万名战俘惨遭折磨 并被强迫在炎炎烈月下赴劳役 英国人发费了近二十年时间 打造的新加坡堡堆 日本人仅用七十天的时间 就彻底占领了 他们深信 日本帝国是天命所席 不过英国人有一句古老的谚语 我们可以输掉所有的战斗 除了最后一个 1942年1月8日 日军估测了美军的状态和实力 对巴丹半岛发起了攻击 第一天 他们几乎未遇抵抗 本监将军得到报告 美军不战而退 逃入了森林 美军陷入困境 十多万平民和官兵的挤养难以为惊 而日本人掌握了制海权和制空权 因此能够随时纠集援兵 美军的一切抵抗 毫无胜算 美军方面 他们的目标还明确 坚守重地 等待增改 赢得时间 就能留住胜利的希望 在华盛顿 罗斯福总统做出的决定 却与迈克阿瑟将军 对布向的承诺相反 罗斯福断定 菲律宾已不可守 任何增援都将被日军拦截 美飞守军苦苦抵挡着日军的攻击 两个月过去了 守军伤亡惨重 增援部队却丝毫没有到哪的迹象 在总统的一再命令下 迈克阿瑟于3月11日启程 前往澳大利亚 执行组织美军部队 对日军实施大反攻的战略任务 这对守军将士们来说 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迈克阿瑟带着妻子和儿子 乘坐一艘PT-41鱼雷艇 避开日军的封锁 冒险前往澳大利亚 但迈克阿瑟没有忘记 被他留在身后的将士们 3月16日 他抵达了位于澳洲北领地的 巴契勒机场 然后从那里前往克劳伊 对那些被他留在巴丹 和克雷吉多尔的守军将士 他念念不忘 20日他发表了演说 向他们发出了 蒸蒸誓言和希望之音 我还要回来 尽管他并不同意 罗斯佛和丘吉尔的 德国第一战略 但他还是接受了 西南太平洋战区 盟军总司令之职 这也意味着 他要和海军上将 切斯特尼米兹 分享该战区的指挥权 迈克阿瑟强悍而富有争议的 故性 使其成为菲律宾人民 澳大利亚人 以及本国人民心中的 象征性人 在他另一场著名演说中 他的清高和狂傲 表目无遗 老兵永远不死 只会慢慢凋零 对许多人而言 迈克阿瑟代表着太平洋战区 最终胜利的希望 巴旦半岛的守军将士 只能听天由命 在这个瘧疾肆虐的危险地区 面临着内务粮草 外务救兵的绝境 美军官兵濒临崩溃 饥饿造成的简缘 比战斗伤亡还要惨重 营养供给不上 抵抗力急剧下降 守军官兵更已遭受各种热带疾病的侵袭 每天单单因瘧疾而住进临时医院的使兵 就有上千人之多 但日军的情况也没有强出多少 而且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疾病以及食品和药物的短缺 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程度 但这里面有一个重大区别 日军增援和大炮正在源源不断地到来 到了三月末 三万名日军将巴旦半岛团团围组 四月三日 他们对美飞守军发起了极其猛烈的进攻 守军将士被迫撤往半岛半步 1942年4月9日 为了避免手下官兵的无谓伤疤 金将军被迫向日军投降 大约八万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沦为战俘 他们忍受着病痛饥饿和干渴的折磨 被迫在炎炎烈日下刑军 大约有一万名战俘死在路上 比死在巴旦战场的人还要多 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起的巴旦死亡刑军 深沟高垒的科雷吉多尔岛 是横在日军面前的最后一道平仗 随着巴旦沦陷 岛上的美军堡垒遭到了日军炮火的狂轰烂炸 一万五千名守军在距离海岸只有三公里的地方 保卫着这座岛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 他们承受着日军从陆地和空中持续断炸 最终两千名日军在坦克的支援下达成目标 经过149天的抗争 1942年5月6日 乔纳森·温奈特将军签署了菲律宾无条件投降书 零星战斗最终于6月9日停止 美军损失了三万人 一万两千名菲律宾士兵或死或伤 然而这场胜利也让日军付出了一万两千人杀到的代价 日军的接连大捷并未让山本五十六得以释怀 日本海军希望能够找机会弥补偷袭珍珠港的遗憾 请继续收看二战经典时刻 在偷袭珍珠港得手之后 日本军方当中最为冷静的恐怕就要算是此次战役的设计者 山本五十六了 山本五十六这个名字的来源是因为他的父亲是在56岁时有的他 这位从基层做起的日本海军大将曾经长期生活在美国 对美国的实力最为了解 他深知美国还有很多的还手之力 尤其是那几艘躲过了珍珠港偷袭的航母 将会成为日本未来的梦魇 因此只有速速决战 日本才不止于被持久战所拖垮 日军在太平洋和印度地区连战连结 他们已经把英国人赶出了马来群岛 这让罗斯福忧心如焚 他想早日夺回战争的主动权 遏制日本人的汹汹来世 于是美军总参谋部利用日本没有占领夏威夷群岛的战略事务 从长远考虑重新部署任务 命令太平洋美军基地加紧更新装备最新技术 期间日本政府和国民则在欢迎胜利 大肆送扬他们的军队 他们认定日本皇军天下无敌 大多数指挥官认为 占领区提供了缓冲区 足以确保国内安全无鱼 然而海军大将帝国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并不这样认为 他认为没有占领夏威夷是一大失误 并担心美国的反击 日本远未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而且考虑到将来与美国进行和谈的可能性 他认为有必要设计一个能将胜利的天平拨向日本一边的战略 山本认为 美日之战不应超过一年 并且应以日本取得令人信服的胜利来结束 要想长久保住帝国开拓的新疆土 就必须对敌时宜致命以极 容若不然 日本将会失去一切 山本大将起初并不赞成与美开战 他对美国国力和美国人的个性深有顾虑 由于曾在一战之后担任过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海军武官 他自认为对美国颇有了解 尽管美军太平洋舰队已遭重创 但山本仍告诫日军总参谋部 我们必须彻底打败他们 否则我们将很难保住已经取得的胜果 由于担心沉睡巨人的反击 他要求海军中将宇元禅 拟定一份帝国舰队短期战略方案 宇元禅是个性情冲动的人 在后来的冲绳之战中 他作为日本空军极端战术神风攻击的发起者 在一次自杀攻击中身亡 他认为宝卫日本在该地区利益的唯一途径 就是封锁本国东部的海江 要想建成这一防御屏障 就必须征服澳大利亚和夏威夷权 山本五十六认为 与元禅的方案过于激进 因为夏威夷和澳大利亚都很遥远 会令后勤极为吃劫 他还担心英国会被德国打败 而其舰队则会落入美国人手中 据他估算 照此下去 美国将在一年之内完全恢复其军事实力 这也正是罗斯福的意图 山本老谋深算 坚决主张与美进行一场决战 消灭美军太平洋舰队的残余力量 从而一举结束太平洋战争 山本认为 日本舰队的正确战略 因为主动出击 与盟军舰队寻求决战 如果这一目标不能在1942年达成 日本先前到手的占领区将会完全丧失 5月初 日本帝国总参谋部气氛紧张 他们对武装部队的行动方案 莫中一事 日本已征服了菲律宾 关岛 马来西亚 缅甸 以及河属印度 且仅仅付出了23艘舰船的代价 这让海军大将 永野修身等军中要员 信心大增 他们认为 日本的上加之选 因为向西扩张 占领印度和西兰 但山门56认为 战事冗长将会危及日本 在太平洋地区的统治地位 敌人的反应不可忽视 要想牢牢把控帝国占领区 唯一途径就是 尽快消灭美军舰队 日军计划首先占领中途岛 约翰斯顿岛和巴尔米拉岛 因为这些岛屿皆为战略要地 便于日本对美军夏威夷基地 实施致命打击 这些方案需要 大量陆军兵团参与其中 尽管各陆军统帅 对在亚洲大陆扩张 和近期苏联更感兴趣 但是在珍珠港攻袭战之后 山本56威名赫赫 且功无不克 所以他的方案无可争辩 他的决战方案由两大作战行动组成 MO作战将在5月进行 旨在占领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中的 莫尔斯比港 这将对拉布尔基地所在南翼形成保护 如果战事进行顺利 日军还可以以此为依托 进一步占领新卡里多尼亚和澳大利亚 接着坦作战将在6月展开 此计划由两个平行作战行动组成 其一 日本海军将对距离阿拉斯加很近的 阿流申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加岛 实施阳攻 目的是将珍珠港中的美军舰队主力 吸引到大利 其二 日本帝国舰队主力将对其主要目标 中途到环郊发动国际 这里距离夏威夷西北部1800公里 距离日本本土则有3200公里之遥 而且这里是美军驻太平洋 主要海军基地的西北前哨站 对日军战略的实施具有决定意义 为数不多的美军海军陆战队驻防在此 负责瞭望军情 并维持其军民两用机场的正常运作 正因如此 山本56认为他们可以一举拿下这座岛屿 然而自珍珠港灾难之后 美军情报部门一直在积极运转 试图破获敌军的作战方案 在海军中校约瑟夫·罗扯福特的指挥下 盟军密码破译人员成功破译了日军的紫色密码 经过缜密的分析之后 他们得出结论 日军对阿留申群岛的攻击将是阳攻 其真正的目标是中途岛 与此同时 山本56的方案虽然在总参谋部受到了些许反对 但最终还是获得了批准 18日 作为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 美军企业号和大黄峰号航空母舰接近日本海岸 发动16架B-25米切尔型轰大机 在詹姆斯·杜利特中校的率领下 对东京 横滨 明古屋和大阪实施了空袭 这次空袭虽然没有给日本带来严重损失 但对日本军方和国民造成了心理上的沉重打击 日本军队在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和极小的损失 达成了在东南亚大陆的战略目标之后 日军停止行动用于考虑进一步的计划 在这个阶段 各类战略计划纷纷涌现 包括向西进攻印度 向南进攻澳大利亚 或者是向东进攻美国 山本56也参加了因此而引发的辩论 就在日本军方各派对下一步的战略方向 举其不定的时候 美国对日本本土的轰炸 使得日本军方的意见快速统一 那就是要尽快消除美国航母 对日本本土的严重威胁 山本56的观点是要打中途岛大战 一举维艰美国的海空力量 于是军事史上一场以航母和空中力量 决定胜负的最大战役 打响了 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播了 偷袭珍珠港成功后 日本舰队掌握了西太平洋的制海权 然而美军的这次行动 是让日本人的安全感荡然无存 这是一个完美的复仇计划 即珍珠港事件以后 航母再次显示出了超强的机动作战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